今天好這首歌就是要說呢 我們的爵士好宮的演員來了 來歡迎我們的Yan芳瑋傑還有洪玲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芳瑋傑 我是洪玲 洪玲好像為什麼很緊張這樣 還蠻興奮的來YES133 你咱有來啊 呃 有嗎 沒有嗎有啊 我有上來 對啊 瑋傑是這邊第二個家啦 對 常客常客 下一次的那里每个星期四晚上 宁可听一听 是啊那是半年的时间 不过这次呢 爵士好宫其实多了大概一半的 是差不多 来两位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各自的角色呢 韦杰先来好吗 好大家好我是林子杰 对我在爵士好宫我扮演的角色叫林子杰 个性非常活泼 标准型的妈咪boy 非常孝顺妈妈 为了妈妈什么都愿意去付出的一些 这个有点跟现实生活蛮像的 是有点像 所以我非常就觉得 其实我们的编剧挺好的 他说为你量身定做 因为真的从小我没有父亲 然后就因为这一点说 我觉得拿捏起来还蛮开心的 演的时候很放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 因为很多好评 当然有批评 我都觉得这都是对我的一些鼓励 你有在怕批评的吗 我记得你都没有在怕的 批评是对我的一种成长的一种 凉药吧 对让我吃了下去 我才知道如何才可以再更加的成长吧 OK 哇 那红林呢 大家好 我在戏里面叫潘小雪 那其实我在戏里面的个性 就是还蛮独立的 因为其实父母也不在身边 那就叔叔就在新加坡照顾我 那我就是一个很独立的女生 也不需要依靠别人 就只是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就其实反映出了一些 90年后的那些比较独立的 年轻人的个性 那这些里面跟一人对戏比较多啊 主要的戏都是 对 其实我这个个性我就觉得 怎么会遇到这么幼稚的一个人啊 他就比较比较孩子气 很幼稚的 什么妈咪 什么就比较比较孩子气 你不喜欢这样子吗 没有看过他那一面 没有看过方伟杰的这一面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是酷酷的 是是是 所以你怎么跟你的妈妈撒娇这样 差不多就是觉得好像这样 真的吗 真的 所以私底下就搬上 有一点就是讨妈妈开心 都是声音会比较soft 然后就好热啦 就是比较这样的 对对对 这样跟女朋友讲话是不是也是那个调调的 呃看情况 看情况 对对对对 欸不会因为这个戏呢 其实两位有去到澳洲那边拍吧没有 没有 我们两位没有 超可情的 对都是欧萱 红宇 惠琳 还有巨环 对 他们去到了澳洲 Perv 然后去取景 所以那些景色也非常漂亮 然后从剧中也可以带出很多 大家意想不到一些情节 然后我跟红林呢就是当他们在Perv在拍戏的时候 大致上就是我跟红林我们两个人在我们的紫园 然后拍了很多有关于大家以后会看到就是有关于戏中戏的一些部分 哦戏中戏 因为红林在戏里面是大宗传媒戏的 所以他是来我们紫园做intern的 对然后我觉得慢慢慢慢的我跟红林也会develop into another relationship 哇会有点情都初开那种感觉 然后更激烈的也会在后面 OK所以接踵而来他高潮在这边 高潮点起 是 但是今天等一下呢 也要让你听一首歌呢 是方伟杰这次为这一部戏 爵士好工特别做了一些修改的一首歌曲吗 对对为这爵士好工写了一个rap 还有我们的编剧也帮忙了一下 哇 所以我觉得写的这些也是除了鼓励大家不要气馁 不要放弃 也让他知道就是当下大家对一些年轻人中年 或者大家对现阶况的一些工作上的压力 还有一些想要抒发的情感 OK所以我们先来听呢 这年轮 这是爵士好工的主题歌 稍后就来听了方伟杰的歌曲了 出现啊原来 对对对还没出现 可是我明天就出现了 明天 OK好第十四季 但烟已经出现很久了 第一集就有了 对对对 不过这次你还特别的为这个戏呢 就有一个融合了自己的歌曲的部分 对对对 是的 因为其实自己的角色在爵士好工是一个part time演员 特约演员 然后呢 然后他自己对唱歌跳舞非常有兴趣 所以当时在拍的过程中呢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监制来临 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写一首rap 给我们爵士好工当作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宣传方式 或者是然后我就OK反正我想这样吧 就用我自己first attempt的曲 然后从词重新写到一遍 然后就展现出一个不同感觉的一个版本 这个词是根据这个 爵士好工 就是这样子一个楷模这样发展出来的了 对对对 所以里头提的就是说 有可能现代人求职的那种心态吗 对对于CPF对于什么都有讲到 OK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了 好的 对对 不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演戲 對,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 喔,那個成品是你第一次聽到嗎? 對對對對對 我也沒有聽過這首歌 因為錄這首歌的時候每次都是 因為自己也詞寫的習慣了 就每次都 YO!大家好!我叫方偉傑 就真的 每次都講錯念錯你知道嗎 對,這次重新編了之後 寫了一些之後 我覺得第一次聽到這個成品還蠻開心的 對,如果你想搭配這個畫面的話 其實在YES933的Facebook上面 也可以看到方偉傑的這個MV 對對對,這MV也是我們的劇組 大家幫忙一起拍的 我覺得是好公導演幫忙拍的也是 哇,對對對 那這次呢 因為紅鱗是明天才出現嗎 是吧 爵士好公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 接下來大概劇情會是怎麼樣的走勢呢? 接下來我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我跟YES933的氣氛就還蠻 還蠻一直跟他對習 對 那其實 我已經在Toggle It First看了一些些了 那我還蠻喜歡跟他的那些默契 就覺得 可以擦出一些火花啦 就蠻新鮮的 所以我很喜歡 那希望觀眾看了也是會蠻喜歡的 OK,那YES933呢? 嗯,我當然是 第一次跟紅鱗一起演戲 我覺得是 有沒有好好的帶一隻小妹妹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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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當然有 欸,有啊有啊 有啊 我覺得她非常聰明 非常聰明 然後對拍子方面啊 還有一些感覺都是拿捏得很好 然後就是 當然 我們自己也不會覺得自己 只是進來的時間比紅鱗長一點 就有些地方可以提點 當然會幫忙一下 那我覺得 至少我們兩個人的那些默契 到我們樂演之後 就會 其實挺好的 也是 對,到後面就會還蠻舒服的 對,拿捏也非常自如一點 然後 挺不錯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 這兩小無猜這一隊吧 啊,在爵士好工裡面 對對對,馬上要出來了 因為其他人在勾心鬥腳的時候 你們兩小無猜 對,我們甜甜蜜蜜 其實我們還真的是蠻 蠻過的 其實我們的 我和紅鱗真的是蠻過 蠻好 開心的 蠻開心的 大家看著會以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去面對的 因為其他的一些 他們真的是比較沉重 有些是很沉重 有些是好像勾心鬥腳 有些是要為了一些目的不擇手段 但是我們 你想的是陳鴻宇是嗎 就他們的那些角色 對對對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多多 可以支持我們爵士 爵士好工 是,好 紅鱗應該說 鴻宇姐對你很好啊 是 多好多好,聽一下嗎 他常常會 就是他所說的 就會提點我 提點我啦 就是一些 呃,台詞的方面啊 有一些感覺 因為 就還蠻新的 但有些東西可能自己沒有想到 那 回接他就會幫忙我一下 喔 我覺得這是應該的啦 應該的嘛 對不對 要提借一下後備 喔 對,因為我們也是 受到過很多前輩的提拔也是 所以我們要一代傳一代 飲水思源嘛 哇 哈哈 講話是語重心長的你 唉呦 這是真的應該是這樣做的 有一陣子不見了 講話方式變了 真的 哈哈哈哈 是好事是好事 好,大家要期待這囉 爵士好工 但今天呢 八頻道九點鐘 同樣呢 今天第十三集是嗎 是 明天有紅鱗,有方偉杰 好,謝謝兩位啦 謝謝